近日,李文事件引发热议,相应的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也因失局种种,尤其是最新节目引发热议。 被指出导师根本没有拍摄任何东西,而是被强行转移到椅子上,导师本人也惊呆了。 当时网友开玩笑说,薛之谦之所以没有被选,是因为他太死板了。 此类事件也让人们发现,《中国好声音》是有剧本的,而且因为李文遭遇职场霸凌,在节目中被欺负,他的学生也遭遇了不公平的事情。 观众觉得,节目失去了培养优秀音乐家的初衷和梦想。 节目停播了,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 朋友们,那音和《好声音》正在封锁我们的视频,请点赞支持,让更多人看到。 来百度APP欣赏高清图片《浙江卫视官博》发表声明称。 鉴于观众和网友反映的《中国好声音》节目问题正在调查中,该节目暂停。 很多网友看到脚后跟似乎打赢了仗,觉得节目终于站出来说话了,承认了自己的问题,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 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停播,吸取教训,只反思这个节目。 只有解决现有的问题才能做出新的好节目,而不是失去聚集的初衷。 自李文事件以来,为李文发声的人有很多,比如金星、韩红、杨培安、海明威等都是大佬,但埋在后面的人却是遭到了网友的愤怒。 比如当时和李文在现场的李荣浩,李克勤。 当时李文被欺负了,两个大汉其中一位露出了难堪的表情。 红着眼睛的李克勤,作为李文的好友,表现出了不适,却因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遭到网友质疑。 很多工作人员,甚至李文本人,都被他们牢牢控制。 梁静如想要在舞台上帮助李文,却被导演阻止并驳回。 所以,李克勤选择了克制自己,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签了合同,无法抗拒资本的力量。 当时高以祥也参加他们的节目,发生了意外,因为抢救不及时导致死亡,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否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,引发了争议。 高以祥当时已经有未婚妻,马上就要结婚了,但这件事却发生得很突然。 此后,体育项目也加紧审核,现场要求必须配备医护人员。 李文事件导致的停波,也算是让李文松了一口气。 赵丽颖不红的时候还是挺可怜的。 很无聊,直接得罪了郑凯一边,然后在水上活动中,不会游泳的赵丽颖落水后,没人及时救他,就任由他扑通扑通。 比赛结束后,慢慢有人过来救援,赵丽颖被救后的表情也很尴尬。 张新成也在节目中受伤,被钢板击中。 在这个节目中,稍微红一点的艺人都是如此,更不用说那些不红的艺人和国内很少红的艺人了。 虽然李文是国际巨星,但在这个流量时代,人们更加关注当代的交通艺术家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话题。 如今李文事件发酵,完全是因为无数人为他发声,燃烧人心。 影片中的爱国情怀,可可确实很擅长宣传中国,这也算是他现在正义的加持吧。 至于那些没有站起来的人,则是缺乏勇气。 我们要明白,毕竟他们还是要在娱乐圈吃饭的。 出柜可能就意味着工作没了。 像李伟这样的善良人,绝不能看到别人因为他而丢掉工作。 我赞扬金星等人的勇敢,我希望他们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。 有一说一,既然已经停产了,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了。 这种充满剧本的节目,已经失去了用信仰培养音乐人的初衷。 刀狼现在特别火,我也感到很高兴,如此正能量的歌手就应该火,听刀狼的歌,确实让人收获很多,感触也很多。 在刀狼火的同时,很多人把注意力却放在了那英身上。 因为13年前,那英当着媒体的面,说刀狼的歌曲不具备审美,那英肯定也没想到,自己的这一评价,竟然能在网上引起如此大的波澜。 当很多人指责那英的时候,我想说的是,这一次刀狼爆火,其实那英帮了刀狼一个大忙。 刀狼山歌聊哉这张专辑出来后,专辑里面的罗刹海誓最早出现在互联网,也是这首歌的爆火,带动了刀狼整张专辑的爆火,但是这首歌是如何活起来的? 是把这首歌放在网上,然后直接活起来的吗? 不是的,这首歌在发行后,一开始没什么波澜,但是网上出现大量刀狼的话题,尤其是那英评论刀狼这个事件,又一次被提起,就因为这个话题,使很多人关注到刀狼,也关注到刀狼的新歌。 网上又开始出现对这首歌的好评,一开始我也没关注到这首歌,但是手机短视频上,一直有人在宣传这首歌,说这首歌好听,这时候网上有人开始解析这首歌,一解析,又把这首歌解析到那英身上了,这一下子更火了,歌曲里面的歌词也被网友大量转发,更多的人解析这首歌,就连那英评论区下面都有600多万条评论,话题越来越火。 当所有人都在讨论这首歌的时候,刀狼又发了第二首歌,然后一首歌一首歌的接着发,直接引爆了互联网。 刀狼这张专辑在宣传过程中,刀狼一句话没说,纳英也什么都没说,但是这张专辑的爆火,纳英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,如果没有纳英,很多人可能关注不到刀狼。 纳英评论刀狼那次事件,让刀狼新专辑有了炒作的可能性。 如果没纳英,别人想炒作刀狼,能炒作什么? 真没什么炒作的,连个画编新闻都没有,都不知道拿什么炒作,像王宝强新电影上映,还能拿他前妻马戎炒作一下呢? 刀狼的前妻也不是明星,就算拿他炒作,也没人搭理。 那天吃饭,在饭桌上我们聊起了刀狼,一聊才发现,我们一桌子人,基本是第一次听罗叉海事,都没什么感觉,因为根本就听不懂,不知道唱的什么。 但是随着网上这首歌的话题越来越多,我们又关注到这首歌,然后根据网上的解读,又一遍一遍地听这首歌,听了几遍,觉得这歌不错。 大家试想一下,如果没有那英刀狼事件的炒作,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刀狼吗? 不会的,如果没这么大的热度,突然把刀狼的一首歌放在大家面前,大家会喜欢吗? 很多人可能就喜欢不上,因为刀狼的歌,像一杯茶,得慢慢品,它不是一杯可乐,不能一下让人感受到清爽刺激。 刀狼的歌曲,离不开这种大力度的宣传。 网上很多00后天天追刀狼的歌,在这首专辑之前,他们对刀狼其实没什么印象,刀狼火的时候是2004年,他们大多数还穿纸尿裤呢,到了2012年左右,刀狼出来就很少了。 那时候他们还小学呢,能对刀狼有什么印象? 刀狼的新专辑一出来,如果不是大力度的在网上宣传,这些年轻人怎么会这么积极的追刀狼的歌曲? 所以,我认为这一次那鹰无形中帮了刀狼,当然,因为他对刀狼的评价,当年肯定让刀狼很郁闷,但谁也没想到,原来对刀狼非常不利的一件事,竟然帮了刀狼的大忙。 也算是弄巧成拙,在这件事上,那鹰算是刀狼的贵人,这个话题会伴随刀狼一辈子,也会伴随那鹰一辈子,以后只要刀狼发新专辑,他们两个人的话题依然会被不断提起。 那鹰如果开演唱会,刀狼也同样会被提起,没办法,这就是互联网的逻辑,因为那鹰的存在,使得刀狼在娱乐圈任何时候都有话题,这种话题对艺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,而且刀狼在这个话题中还处于一个弱者的身份,更容易让大家站在他的一边。 这样一个人,我说他是刀狼的贵人,过分吗? 这件事,使我想起了于华写的活着,独厂老板给福贵设套,骗取了福贵家的大宅子和田地,没想到华成分的时候,独厂老板因此被化为了富农而被枪毙。 福贵因为一贫如洗被化为贫农,最后留了一条命。很多事情确实就是这样,塞翁失马,言之非福。 我即使这样说,很多人肯定不能接受,他们只认为那鹰看不起刀狼,但如果把整件事盘点一下,然后我们站远了,回头再看这件事,可能会看得更清楚。 在李文时间的不断发酵下,导师们对好声音评价,也陆续进入人们视野。 导师刘欢在一档访谈节目中,发表过对好声音的看法,他对节目组的剪辑方式非常不满意。 刘欢透露,在比赛过程中,刘欢对歌唱和音乐的点评都被剪掉了,只留下他和其他导师嬉笑怒骂的情景。 本来刘欢是去当导师的,和几位导师一起给学员们音乐上的建议。 没想到的是,自己想象的导师形象没有实现,变成演员了。 著名香港歌手陈奕迅也爆料说,有的学员没有赢得导师转身,即将迎来被淘汰的命运。 导演组为了让其留下来,安排这个学员再唱一次,并且告知几个导师为其转身。 陈奕迅透露,自己非常无奈,本来不想转身的,但有时候同情心上来,心一软,就听从导演组安排了。 最新一期的好声音更是离谱。 学员唐康宁演唱时,并没有导师为其转身。 但演唱结束十几秒后,唐康宁依然站在台上,他仿佛肯定绝对有导师为自己转身。 几位导师面面相去,最后还是年纪最轻的刘宪华选择了这个学员。 之后,尽管各位导师赶紧解释原委,观众们看着还是非常不舒服,感觉这不是一场比赛,而是一场作秀。 杨培安最是勇敢,不仅给有关部门写信反映好声音的问题,还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举报中国好声音。 他说,我要为李文,也为音乐选秀节目,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杨培安表示,反正自己年纪也大了,身体还有重病,自己已经无所畏惧了,只想在自己有生之年,与这些音乐圈的恶势力做斗争。 李文结束好声音的录制工作后,难以抑制自己的气氛,在微博公开对好声音节目的讽刺。 他还写一首藏头诗,表达自己对这档音乐选秀节目的痛恨。 时至今日,有关中国好声音的舆论沸沸扬扬,观众们对这款节目的批评一波接着一波。 浙江卫视眼看民愤难消,不得不暂停好声音这档节目的拍摄和播出。 中国好声音一暂停不要紧,其背后的上市公司星空华文股价暴跌30%,第二天股价腰斩,观众们正在自发地抵制这款节目。 中国好声音的背后资本和浙江卫视终于尝到了作恶的苦果。 但浙江卫视仅仅好声音一款节目有黑幕吗? 根本不是。 模特陈大宝回忆道,我参加过浙江卫视的模特比赛,就在比赛结果要出来的当口,导演组突然提出要我当天晚上陪他们睡觉,睡了,继军就是我的。 陈大宝拒绝了陪睡的要求,他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消失了。 金星曾在《非同反响》节目中担任评委,从初赛到半决赛,一路上反响热烈,可在总决赛时,他却突然被节目组除名了。 金星被除名的原因,竟是因为自己的跨性别身份。 得知这一切后,金星非常生气,发文控诉这款节目的霸道行为,大骂背后电视台的流氓行为。 演员袁立也在采访中炮轰浙江卫视的综艺恶意剪辑,误导自己在节目中的形象。 这些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冰山一角。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,浙江卫视到底还有多少违反行规,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,我们无从得知,更无法阻止。 浙江卫视的流氓行为还在继续。 肆意敛财、操纵比赛、粗暴地对待导师和学员,这些都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犯下的过错。 这款节目只把学院和导师当作敛财的工具,毫不在乎观众们和学院以及导师们的感受。 现在停播,观众们只会拍手叫好,不会有任何期待和惋惜。 这件事也给各大电视台,尤其是浙江卫视敲响了警钟。 拍摄综艺节目必须要尊重观众、尊重嘉宾、尊重参与节目的每一个人。 如果类似于中国好声音的强盗行为不加收敛,观众们必将抵制这款节目,甚至一直存在这样行为的电视台。 希望浙江卫视认真整改,并向每一个被他伤害过的人道歉。 免则声明,文章描述过程,图片都来源于网络,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、无低俗等不良引导。 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,请及时联系我们,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。 如有事件存疑部分,联系后即刻删除或做出更改。 宋丹丹成名,有身后的三位贵人相助。 一尿成名任素希,上半身是平凡,下半身是贪婪,又丑又性感。 自从罗刹海事情后,纳英一直处于舆论风暴之中。 从李文录音事情到好声音停播,纳英的名誉与声望一落千丈。 他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与谩说。 欺负弱小,大牌做派,这似乎成了外界对纳英的定时印象。 对纳英来说,这无疑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。 他不得不取消了多场演出与活动。 8月22日,纳英因身体原因取消上海音乐节行程。 8月29日,他又宣布因身体原因取消两场澳门演唱会。 取消演出,无疑让纳英避开了公众场合,舆论如潮水般涌来,纳英只能静待风头过去。 有传言称,纳英正准备抛售价值4.5亿的豪宅移居海外。 不过这种传言毫无根据,只是网友的猜测。 这部8月2日,纳英还是高调现身录制节目《乐队的夏天三》。 精心打扮的他显得精神饱满,仿佛完全没有被网络舆论困扰。 然而就在纳英公开亮相的当晚,微博上又出现一则视频,直接将纳英的处境再次推向风口浪尖。 大嘴老德出山,祖德呼吁严惩纳英。 这则近两分钟的视频出自老德之手。 老德以其大嘴之称文明,经常在娱乐圈对他人指指点点。 这次他的怒火直指纳英,视频中老德一口气指责纳英,欺负姚贝娜、欺负刀郎、欺负李文,要求娱乐圈清除这样的人。 评论区出现两种声音,一方支持老德,赞他说的是事实。 娱乐圈现在就缺少像老德老师这样的正义、知识。 祖德老师,真乃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啊,有颗正义的心。 另一方批评他炒作热度,毫无证据,明明就是老德硬蹭流量啊。 刀郎可能还能和姚贝奈扯上联系,但是李文和奈英有什么联系? 然而老德没有理会质疑,第二天又发布新视频,声称奈英必须向刀郎道歉。 这次,老德花了14分钟长篇大论刀郎的优秀品质,表达自己作为粉丝的崇拜之情。 他称,刀郎用心做音乐,不追名逐利,最终靠实力成功。 与此相比,某些大牌虚有其表,最终难逃厄运。 然而就在讲述到一半时,老德突然转入策划模式,开始向观众推销一种掩贴产品。 原来这掩贴是他弟弟刘信达推荐的。 刘信达本名宋祖星,也是喜欢在娱乐圈指点江山的人物。 老德拿出一半篇幅进行硬广,瞬间引来网友一片哗然。 大家纷纷谴责他,利用热点事情蹭热度,这一次支持他的声音消失了。 老德这波操作,的确不要脸得有点明目张胆了。 老德本人学历不低,拥有两个博士学位。 但他最出名的,还是在娱乐圈对各路明星指手画脚。 早在2016年,他就建议内英退出我们新歌声,并称其学历不配担任导师。 此后,他继续对娱乐圈中的热点人物发表平头论族式的评论,引起不小争议。 老德这样的言论,也给他自己招来了大麻烦。 2009年,他因造谣被告上法庭。 2014年,诽谤李连杰,再被告上法庭。 今年,他又因造谣被平台封禁。 但这无法阻止老德继续在网上喊话。 毕竟,流量就是红利,就算引来说声,也总好过无人问津。 我们不反对表达个人观点,但情绪化的批判很容易成为误导公众的把柄。 对奈英的指控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证实。 我们要相信,事实终会大败于天下。 揭秘老德兄弟。 提到老德,不能不提他的孪生兄弟刘信达。 两人经常联手在娱乐圈造风点火,引发不小争议。 老德有两个博士学位,刘信达也是大学教授。 他们本可以在学术界发光不适,但却热衷于在娱乐圈阴阳怪气。 刘信达的身份不少,既是作家、演员、导演,又是作家协会会员。 但他最大的功绩,还是在网上对热搜人物指指点点。 刘信达曾踢平朗朗的女子做浴室出镜不检点,让朗朗自己出来管教。 他指责周震南的父亲被执行,要求封周震南。 面对任何热点事情,刘信达总要忘加评论,引起不必要的争议。 2009年,老德曾因造谣一位演员的伤,因被告上法庭。 2014年,他诽谤李连杰,再次被告上法庭。 可以说,兄弟二人给自己招来了不少法律烦扰,但他们似乎是这为乐趣,并不收敛自己在网上的行为。 舆论正义,本是无可厚非之事,但他们的评头论足,往往不正常不类,缺乏基础。 有人说,这种行为是为了蹭热度,的确,热点带来流量,流量带来收益,这是互联网的生存法则。 但无端造谣,突扰社会,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 况且蹭热度,也要有个度。 老德上一期视频的策划植入,已被说胜一片。 也许他们需要反思自己的言论影响,学会以更积极的方式参与公共讨论。 毕竟,无端指责和造谣,终归难成大器。 李文事情。 李文事情持续发酵,我们必须保持理性,不轻信未经正式的传闻。 只有还原真相,才能给李文一个交代。 针对李文流出的录音,各方解读不一。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个片段,做出断言。 需要听到完整录音,了解事情的全景,才能做出公正判断。 舆论正义非常新的,但基于一侧的指责,可能产生新的不公。 我们需要给相关部门足够时间调查,找到证据链,以事实还原事情经过。 无论结果如何,李文都需要得到应有的关爱。 我们必须审视行业乱象,建立更完善的工作机制,让更多优秀艺人免受伤害。 这不仅关乎李文个人,也关乎整个行业的发展。 让我们用理性和同情关注这件事,给予当事人基本的尊重,不盲目攻击或站队。 只有客观和公正,才能给李文一个交代,给大众一个真相。 最后,我们呼吁公众保持耐心理性,不传播未正式的消息,积极创建一个理智正面的公共舆论环境。 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,真相终会水落石出,正义也一定会得到伸张。 好声音的事情,从李文生前录音曝光到现在,已经过去十天的时间了。 这段时间,好声音风波不但没有慢慢停息,反而愈演愈烈,风波一步步升级,黑幕接连被曝光。 8月27日,网上忽然出现了大量的学员发声,而他们的发声跟网友们想象的不同,这一次是轻一色地为好声音辟谣的。 这次发声的学员,基本都是本级学员,他们都出面表示,自己参加好声音,并没有任何黑幕,不曾被节目组所取过任何费用,反而来回多次选拔的住宿和来回的路费,都是节目组报销的。 可是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,主要还是有几点非常可疑,首先是他们都集中在同一天发文,而且发的文案也都相似,而且还都是23届的学员,这样的做法太过刻意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他们这样只能说明他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而已,在同样的时间用同样的文案,这是在把网友当傻子吗?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已经够抓马了,没有想到,还有更加让人想不到的事情,好声音风波再度升级了。 有知情人爆料,好声音正在停播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黑料被曝光需要调查,而是因为节目导师周华健和薛之谦的坚决霸露,这一爆料再次解开了节目的遮羞布。 原本网友们对好声音的停播却越不已,认为李文的事情或许终于有了一点进展,好声音背后的黑幕或许会在某一天曝光。 但是实际上呢,两位导师才是事情的关键,薛之谦更是直接的导火索。 在停播之前的节目中,薛之谦就已经明显地对节目的黑幕有了抵触,双方闹了不愉快。 一直在观看的网友们会发现,薛之谦的镜头非常少,相对于其他导师,他明显是被剪掉了镜头。 而他被剪掉镜头的原因也很简单,他不愿意让各种暗箱操作污染音乐,没有听从节目组的安排, 一意孤行地选择自己看好的人才。 有在现场的观众爆料,当时在现场薛之谦明明救了一个女孩子, 但是节目播出后,网友发现这些所有的镜头都被剪掉了, 那位被救起的女孩子没有了上场的机会,直接被淘汰了。 在看到他一意孤行救人的时候,身边的周华健默默地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, 而潘伟博则非常崇拜地看着他,称他就像是英雄一样,经历了这么多的黑幕之后, 再加上李文好声音事件的发酵,周华健和薛之谦终于不想要继续忍耐, 直接跟节目组宣布推出节目,即便是要出违约金,也在所不惜。 看来之前网传周华健要退出的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, 这大概是他的真实想法,但是经纪公司还是不想要付违约金, 才会由经纪人出面辟谣,不会推出吧。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了金钱蛇腰, 娱乐圈里面也有很多纯粹喜欢音乐的人, 他们不想要自己喜欢的音乐被一些黑幕所侵扰, 在自己无力改变规则的时候,那就只能改变自己, 不跟他们同流合污。 真诚的希望,相关部门能够好好的调查, 还音乐一个干净的环境, 让舞台成为真正有实力的人的踏板, 让怀揣着梦想的人在这里起飞。 网上持续爆出中国好声音的大瓜, 节目也因工作人员的不当操作引发争议, 多名选手遭受不公正待遇。 事件掀起了公众情绪的巨浪, 也引发大众对媒体乱象及节目制作的深思。 这些争议背后反映的是公众对媒体社会责任的督促, 也是大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。 李文痛斥好声音, 好声音发布出好声音。 作为华语乐坛的巨星, 他原本不需要以导师的身份参与任何选秀节目。 然而或许是对音乐怀抱的热情, 李文还是接受了好声音的邀请, 成为第四季的导师之一。 当时,好声音第三季的失利还在人们耳目中, 李文的加盟无疑为节目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 他本想借此平台发掘更多优秀的音乐新人, 却没想到节目的运作模式与他理想相去甚远。 有网友爆料, 李文生前曾在私下对他控诉自己在节目录制时受到的不公待遇。 他声称自己发现节目赛制存在弊端, 想。